我的弃腹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被分成两半 我帮你看看 杨妖姐 又威这是什么情况 你的弃腹很特别 应该是传说中的 阴阳弃腹 阴阳弃腹 你身上的阴阳原根 本就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根骨 应该也是因为它 你才会开辟出阴阳弃腹 妖妖姐 这阴阳弃腹是好还是不好 阴阳弃腹相当于拥有两种不同的弃腹 可以同时修炼两种弓法 不过 你必须同时修炼等级相差不多的 阴阳两种属性的弓法 否则会打破自身的阴阳平衡 反过来毁了你的弃腹 正好 我们皇室的阎雷诀 是四品阳属性弓法 你先拿着 殿下 这可是皇室才能修炼的 四品元气而已 我还嫌它品杰不够呢 我这寒命真经 刚好也是四品阴属性弓法 能修炼出四品寒命元气 谢谢殿下 谢谢妖妖姐 好好修炼吧 将来你要是能打破弃腹之阁 阴阳相容 必将成为天地间顶尖的存在 你的金元班上文练好了 还没还没 我这就去修炼 殿下 前方就是苍蓝郡城了 我们人马太多 只能去城外的苍蓝军营驻扎 那就去军营吧 天色也晚了 明日再去拜访魏将军 来者何人 晋军统领洛铁山 奉王命 来苍蓝郡 陆统领 魏清清恭候多时了 原来是魏将军的千金 这里只有苍蓝军 副统领魏清清 可没有什么千金 这位是周元殿下 来 妖妖姐 小心 小心点啊 妖妖姐 这就是在大庄复复事上 击败齐悦的废殿下 原来还是个风流殿下 看来 副氏能力 被红翁也不小 是 各位跟我来吧 我会帮你们安排进驻营地 这姑娘怎么见面就给我甩脸色 就是嘛 清清姐 这些就是从都城来的客人吗 这位是周元殿下 这几位都是苍蓝军的将领 他是我的堂妹魏婷 原来这就是咱们闻名侠耳的周元殿下呀 殿下长途跋涉还带着美人相随 可真是会享受啊 可真是会享受啊 我是齐浩 听说我那不争气的弟弟 被殿下斩断了一只手臂 拳脚无眼 还请见谅 几号 腰气竟不气 那小子既不如人 被教训也是活该 我们早就听说了 周元殿下近期要过来 已提前备好了欢迎宴 还请殿下 晚上一定要参加 军队的兄弟们性格都比较耿直 殿下不来的话 怕是会让大家觉得 殿下是看不起他们 那好 我一定会参加 还有 好心地提醒殿下 苍蓝郡锦铃黑渊 在这里死一个殿下毫不稀奇 殿下务必要小心 那你更要小心了 死一个殿下都不算什么 死一个小王爷 更算不上什么了 殿下 晚宴见了 大公子 那非殿下到了 嗯 七管家 接下来你别露面 毕竟在父王的公告里 你已经被流放千里了 我的确没有你那样的身份 不过 我会用我所有的天赋及努力 将这些尽数迷流 假怨苏有威 挑战尹愿 喜悦 本没权 你已经做的够多了 接下来的事 就交给我们 来 保持人 不 仅仅 真是 那 周元殿下不是才开谷外的 怎么敢跟齐悦闹 对啊 连开了七脉的苏又威都败了 看来腐蚀过后 大舟府要落入齐王的手中了 天下能走到这一步 还真让我意外 不过 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那可未必 开始 往后 可曾想过袁儿能有今日 我以前 只盼望他能顺利挨过怨龙堵 哪里敢想有一天 他竟能重开八脉 还能在擂台上 跟人一争高低呢 我现在都不敢去回想 袁儿这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都怪我这父王没用 当年我要是能击退五王 那袁儿他 王上 当年的局势 怨不得你 都过去了 至少我们的袁儿够争气 一直在努力 这对我们来说 就够了 想不到周元殿下才开五王 已经跟齐悦打的有来又往 是啊 还以为一交手 他就会被压着打呢 你们说什么呢 哼 我不想上下 开了七脉果然厉害 比黑灵山的凶兽难缠多了 你 不能再跟这混蛋缠斗下去 否则即便我胜了 也难逃父王责罚 开七脉 开五脉 奔雷拳 龙飞手 碎山 凭你也想挡我 去去我魅力 我是天高黑厚 你 你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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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悦真是将七脉的力量 施展到了极致 想用纯粹的力量击溃殿下 看你还能成多久 云儿 你的第一脉总算开辟出来了 来 让我看看 你的速度提升了多少 速度是提升了不少 但你的反应太慢了 不能只靠双眼来判断攻击 再来 竟然想到用神魂捕捉攻击轨迹 这家伙的反应速度 怎么突然变快这么多 取我一招试试 上品元术 紧石壁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这混蛋 还以为开了七脉就能把它轻松拿下 谁想到这么棋手 这齐悦也不行啊 就是 就这样还号称乙怨第一 就是这下宿的王府啊 生这齐王府丢脸 齐王府以后完蛋喽你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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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死 谁死还不一定呢 何人死还不一定呢 齊悦怎么会休息破脉绝这种元术 那不是会对身体造成极大损伤吗 这齊悦还真是不择手段 为了夺得大舟府 连自己儿子的安危都不顾了 你对自己还真是狠 只要能掌控大舟府 这点代价算什么 不过 首先要付出代价的 是你 好快 开把脉果然厉害 这家伙的实力明显提升许多 只认为连神魂也难以捕捉他的身形 我怎么回事啊 我这队下能不能打得过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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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衣 嗯 放心吧 周元没那么容易被打败的 瑶瑶说的没错 别太担心了 相信我们的云儿 不会被这条困难绊倒 嗯 凭你那五脉的事 真以为能改变什么吗 是你自己滚出去 还是我送你出去 得意忘形 可不是什么好事 现在的你 可没有资格说这个话 我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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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守死吧 红杯手 裂地奔雷拳 你真以为我在飞灵三丹的两个多月 就只打通了第五脉吗 六脉 双云殿下也用破脉绝了 那不是破脉绝 殿下这元气雄红稳定 一看就是早打通第六脉了 这么说 殿下刚才一直在隐藏实力 殿下藏得这么深 差点把人挤死了 你藏得够深哪 总得留点手段 不是吗 的确 你给我上了一课 为了感谢你 我会用我最强的力量打败你 我会把你的底盘一张张撕烂 让你提到什么是真正的绝望 这齐悦居然修成了玄芒术 这下周园殿下危险了 这玄芒术虽说是下品玄园术 但威力怕是要抢过很多中品玄园术 齐悦手里那道青芒 看着好危险 那应该就是齐王府的玄芒术 齐悦修成此树 养齐镜下怕是难逢敌手了 没想到半年前的那个废物 如今竟让我感到莫大的威胁 我该早点将你废了 我正好与你相反 我从未将你当作威胁 在我眼中 你只是修炼路上一块小小绊脚石而已 真希望待会儿你跪在我脚下时 还能说出这种话 殿下 殿下 殿下施展的也是玄芒术吗 看样子比齐悦造业还高 怎么可能 玄芒术 很厉害吗 不好意思 我也会 怎么可能 然后 有 你 人 您 你 怎么可能 你怎么会学王术 还这么强 还不是拜你所赐 原来罗豪死在你手中 鬼片儿 锡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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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杀了永远 哥 袁儿 陛下 锡灵 你胆敢行刺殿下 殿下 保护殿下 是 真是想跟皇室开战 不是 齐渊 是造烦吗 造烦吗 殿下 殿下修炼蒸入佳境 半个月后俯饰一定赶回来 曹灵和范武的身上 都应该画了一道肺血纹 原来妖妖姐 早就看出了问题 还想到了应对之法 殿下 我要成为你的臂膀 我要一切障碍 不得家之女士 不得家之女士 主要是 他最爱的 祝福 我们赢了 这就是 你们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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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勇威果然没让人失望 看吧那剑牙都得意的 不过是一场失礼而已 无伤大眼 范武 你上 来吧 请自教 开始 独猎爪 王上 有威姑娘使的是上品元术云烟油吧 那可是大舟府中最难修炼的元术之一了 看样子那是一种借力而动的元术吧 对方的攻势越凶猛就会把它推得越远 也就越无法招待它丝毫 好军人的洞察力 有本事别躲 结束了 苏又微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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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两分两分 这下说分 你就占平了 有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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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苏又威不仅看出了废血纹 还想到应对的方法 怎么可能 否则他不会总是等到 曹灵泛无体内气血沸腾时 才突然出手制住他们 小心 走 原本还想让他们先消耗周园 以确保万无一失 这两个废物 想不到这苏又威如此棘手 我们的优势都被他一人给扫平了 假怨苏又威 挑战以愿柳西 还要打 这苏又威还真猛啊 竟然连转三场 这次的对手可是柳西 是的小方 竟敢主动向我挑战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这丫头 迫不及待想吃苦头是吧 我成全你 谁会吃苦头 现在还言之上早 打败了两个废物就洋洋得意起来 我在大周府修炼时 你还不知在哪里讨食呢 若不是周园将你捡回来 你也配进大周府 一想到我堂堂柳侯之女 却和你在一起修炼 我就恶心 你说的没错 正因为如此 我才要帮他把你们这些绊脚石 统统都扫开 就凭你 开六脉 六脉 开 比试开始 上纸元术 斩锋掌 想不到 六星上来就有上纸元术 是啊 一点留守都没有 摆明了是要凭元术品质的优势 速战速决吗 你以为我是那俩个蠢货吗 方灵风 我一直 又微虽然跟柳西迈迹相同 但他的破玉址只是中品元术 加上浪贩战斗消耗过大 看着你借我几次 这你不是喜欢穿风风吗 怎么心灰神经不起来了 我走的 都是为了暴打电枪 他走的 没有一点关系 打火 如威 小心 就你这个能耐 还谈什么报恩 不过是个身份低贱的丫头 愿意抬上喜欢就愿像个笑容 被我说中了吧 就你那绅士 再加上少的可怜的修炼资源 凭什么跟我斗 我只用一道上品元素 你就如此狼狈 要是 我更用一道玄元素 下品的玄元素 进行锋刃 就让我用这剂锋刃 让你彻底明白 你我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你口口声声 拿身份地位说实 但我都认为 身份地位有多重要 因为 我的努力 尤其是你所能想的 开 起脉 什么 这笛子 简直是拿命在剥 这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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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够 但是我都在 我被刺激 我最后的 你猜 这笛子 广玉直 不可能 你敢伤我 你敢伤我 乔els 太小了 太厉害了吧 好强 太厉害了吧 好强 好强 真的 大家 好强 我 啊 我的确没有你那样的身份 不过 我会用我所有的天赋及努力 将这些技术弥补 所以 你在我眼中 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另外 刘夕 有一句话我早想对你说了 你曾说殿下是癞蛤蟆 不过我想告诉你 跟殿下比 你才是一只坐锦观天的癞蛤蟆 你说什么 我要死了你的嘴 不是吗 自以为是的你 可是连殿下随手捡回来的一个丫头都不如 你 你 甲力 苏又为胜 这小姑娘真不错 嗯 如此少女 虽没有过人的家世 但女性女 却坚强地犹如风暴中 拿叶的灵霄花 迎着风暴 不惧地绽放 看她的状态 应该也快到极限了 只是以她的性子 假怨苏又威 挑战乙愿 齐悦 这有胜算吗 还打 剑民 这苏又威 是被胜利冲闻头了吧 就是 都打了三场 还要挑战齐悦 对啊 她虽然突破第七脉 但齐悦可是早就突破了 对啊 这妮子 太乱来了 你不是我的 对手 自己下去吧 是不是对手 动了手才知道 又威 快下去 原本还想用曹灵和范武 消耗住院 没想到是苏又威 反把这招用到我的头身 哼 你若能接我一拳 就算你赢 下品玄远术 奔雷拳 幽威 快躲 逃得掉了 幽威 可惜 只是陪他一点皮肉伤而已 你已经做得够多了 接下来的事 就交给我来 你不用担心 我们不会输的 殿下小心点 甲苑周园 挑战蚁苑齐悦 蚁苑齐悦 接受挑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